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3日的Lokin故事分析,我是Lokin 这个节目我会每个星期跟大家分享我对投资市场的最新看法,以至每周的策略部署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收费的每月会员计划 而且为了迎合未来,除了一般的支付方式 我们更加展开接受大家使用以太币和Zencoin作为支付 而在这个每月计划,你可以在workmena中得到我对宏观经济的分析 到我对宏观每个主要市场和资金流的看法,以及每个策略部署 当然策略不是从手吹嘴的,收益数据就是最好的反应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过去一个1月份,根据我们分享给会员的收益数据 我们贴地一点用一张小期10元的计算 因为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跟着,所以我通常都会以7月计算会员可得的收益 即是普普通通一月怎样都好,也应该最少要赚到5000-9000不等 当然你可以很贪心跟我说不够 如果你是追求配爆增长回报,追求一夜变成报法户的话 真是对不起,我帮你不了,请你命力高人 如果你对这个每月计划有兴趣的话 详细和报名方法都已经放在下面的描述难 另外2月份的tri-memo仪仓示范计划都同样已经接受报名 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流程,进入第一部分,市场分析 首先是导致,上星期提到要考验35825能够守得住 守不住导致就要向下35000-35200 而结果导致真的守不住而向下,甚至比预期更弱 跌到接近半年的上星轨,当我们放大导致的更远去看 会发现现时导致正正在这条上星轨的临界点 如果有参加12月和1月的会员 就应该有听过我说过2021年的12月 是美股牛市的最后 12月的参加值更加应该是听过我说话在Webinar提到 会在当时后4个星期就完结了 时间上都很吻合,如果这一次跌穿了上星轨 两度向下跌幅可以到31546 不过不会一直向下,过程仍会是反复出现反弹 所以现在是一个关键点在于 下星期会不会在这条上星轨出现反弹 而且这个反弹能不能够升穿35000-35000的资上 如果收不到资上的话,走势都是朝向下走 第二个是NASDAQ 上星期节目提到跌穿了14,681 就要到14000-14300 和导致一样跌幅都比预期更加深 走势上NASDAQ更加不乐观 大型的圆顶颈线是14219 在美股三大指数里面,第一个跌穿了颈线的指数 两个DF再向下分别是13005和12226 第三个是上证指数 给它一个星期时间,结果这个是失望的 现在已经确认上证跌穿了上升轨 下星期上证会在3458-3478水平沉底 最好能够在这个水平足底做支持 否则再向下试得更加深水平 都会影响到港股之后的向上力度 第四个是港股恒指 上星期提到恒指有两种向上方法 最后出现的是预期会走得稳一点的方法 其实也是个好事 过去一个星期走势 真的不要说我没说过 上星期的节目都可以很肯定清楚 将港股走势给你看 现时恒指已经由1月的低位升了2273点 最理想的情况是农历前先做回套 并且维持在24472-24890内结算和收市 后市就更加有力向上 至于有人问到关于现在港股是不是牛一 我相信如果一直有收看我节目的 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进入第二部分个股分析 第一个是有不少观众留言问到的以太币 从技术上跌穿了4000USDT 之后进入了技术性红区 不过从高位已经下跌了50% 而且加上近期币圈特别多坏消息公布和出现 难免会比较多人对后市的看法变得悲观 留意着2350USDT 会不会是今次下跌的支持 如果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并且能够升穿2900USDT 就可以确认目前已经是以太币的下跌底部 当然如果是很担心的话 我非常欢迎大家使用以太币去支付每月计划的费用 第二个是中国移动 股价受回A上市刺激而裂口向上 即使回吐也在49USDT有支持 而且未来公司还要向市场回购10%的街货 相信要突破52USD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下一级向上可以看55USD 对于升市货的车头 我的看法是可以继续持有 当然最后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我不能帮你做任何的决定 第三个是京东集团 上星期提到腾送随权派去京东 而如果要达成吸引散户和散户基金去买 股价就要守着279.2 即是腾送的派股价 随权就已经完成了 距离3月派股前 大户会逐步去部署沽空 但要知道大户沽空不是越沽越低 而是越沽越升 别说我事先没说定了 之后市场会有人跟你说什么京东 估值便宜 升上去夹死空军等等的说法 当然短线你可以拨向上 但之后我也是看淡的 第四个是中国有赞 最近公布完成发售配股 配售价在3.85元 不如我们配合股价走上去看 一个大长斜 比长龙水上来然更加要长更加斜 配售价3.85元 比星期五的收市价还要高 即是配股价已经变了下货 真的要炒倒不如等股价 升出4.35元之上企运作再考虑 而且市场有这么多低估值的股份 可以任君选择 为什么偏偏要选一只这么差的创业版股份呢? 第五个是港交所 除了说大小魔径之外 真的没什么更好的形容词 今天的估值 已经是比合理估值高了50% 420元仍然死守住 向上看也只是下降拐的顶部493 同样都有这么多股份可以选择 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它呢? 进入第三部分上周策略检讨 上周好弹分架线是24352 Plan A就是一个看好策略 根据分星期一的9.30分 以15分钟音钟跌穿24352 所以应该要执行Plan B的向下追沽 并测在下午2点半前 已经到了向下目标位24172获利 综合第四部分 今集我的部署分享 这个周好弹分架线是24795 Plan A就是一个看淡策略 向下目标位分架是24609 和24535 支持位定位是24835 如果9.30分后任何时间 以15分钟的羊竹 升穿24795资讯收 就可以向上追 目标位分别是24930 和2530 支持位定位是24754 提醒一下观众 我的策略只能够用一次 中原就不能再重复使用 而且我提供的策略都只是一种参考 你怎样用呢?我无权干涉 但投资和投机前 请好好衡量自己的风险 承受能力才有做决定 因为钱想远离 要对自己负责任 然后下星期日我放假 虽然是没有Lokin股指分析 已经是提供免费的早餐 就不要强求那么多了 不过如果你参加了每月的VIP会员 会继续在VIP群里有更新的 另外農曆新年假期后 2月6日 可能会是Lokin股指分析 为什么会是可能呢? 因为主要是看我心情决定 开心就做Live 心情慢慢就继续原定节目 本来我做这个频道都是为了兴趣而做 免他没有幸福 硬要跟我说一堆废话 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喜欢这条影片 如果能帮到你的话 基本动作 Like、Share和Comment Subscribe这个频道 按下小鈴 并且打回全部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通知 要份的会员和TryMe要报名的话 就更快报名了 迟了不需要问我为什么不给你报名 人是生的 规矩是死的 而这个是规矩 所以浪费的机会是你 你已深步 本人并没有持有节目提供的股份 不过我持有以太费 节目最后的部分 有面词声明给大家参考 祝大家苦年苦苦心慰 我是Lokin See you next week i know you